花蓮转运站还在市营运的期间 就已经有游客在转运站的入口阶梯摔伤了 一次是因为阶梯面积窄 没有办法完全踩满梯面 一步流声就容易发生意外 对此县政府表示说 工程一切都是符合法规的 不过会张贴告示提醒用路人要注意台阶 踩着阶梯往上走 一脚踩下却不能完全踩满梯面 下楼梯更要小心翼翼用侧面的方式行走 刚启用的花蓮转运站市营运期间 就有游客不小心摔伤 阶梯的设计似乎不太友善 跟一般超商门口的阶梯一笔尺寸差了一大截 转运站阶梯面积窄容易导致意外发生 要很小心如果你分心的话 可能真的会摔下去 它有一个阶梯的相关的规定 其实我们都是符合阶梯最小深度的规定 如果要提升踩踏面积 就必须增加阶梯高度 对民众来说也是相对不友善 县府会张贴告示提醒用路人小心踩踏 因为花蓮转运站推出的这项服务 可能会吸引更多游客到来 我们行李托运的过程是以机场行李托运的标准流程来做 花蓮转运站推出空手观光的服务 游客下火车后可以在柜台托运行李到合作的饭店 不用拖着笨重的行李立刻享受轻装出游 贴心的服务还有这个 大大的电子看板结合火车客运观光巴士的时刻表 让游客一目了然 现场还有观光景点的实况直播 旅游资讯电子化加上行李托运服务 大幅减少出游的烦恼 让转运站成为游客来到花蓮的新起点 记者徐立琴 刘婷于花蓮采访报道